老花一美丽一达回答一下臭宝我们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铁线连叶子有很多褐色的块 还掐水了几只米色的小肉虫 这是虫害还是晒伤 它是不会晒伤的 这个呢就是虫害了 这就是虫害了 有点碳驱病 你这个臭宝你 铁线连你用补光灯 可以吗可以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 这个补光灯跟太阳之间的驱病 就像冲几乎跟媳妇之间的区别 我说你该找个媳妇的 我买了个中 我说你找媳妇是为了传中介的 我买个春节 有用 好好好有用 你想取代你能取代了吗 该给足光灯的给足光灯 铁线连就喜欢光灯 铁线连你看就在北方是最好样的 你看田连春天的时候你给它种上 咱们这么说你春天买花 它就一直开 一直开到秋天 秋天的时候上面感觉要枯黄的时候 你把下面那个根埋厚一点 埋厚个五厘米左右 把五到十厘米之间 稍微埋起来点 埋起来之后你等它过一个冬天 过一个冬天呢 第二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 你稍微巴拉巴拉看看 它是不是冒小水牙了 试的话你就把以前的老汁剪掉 让它今年重新爬也OK的 对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它只要根系长得好 这个很简单嘛 你指的曝光灯能干啥呀 下个周宝说锈球变绿色了 是因为啥原因 土壤偏碱性吗 这是为老先摔呀 这个已经卸了没意思了 你剪掉就行了 剪掉它就可以了 这就是营养供给不良 花开整体方面 环境因素等等一方面的 就是发育不良 剪掉之后呢 重新让它再涨就行了 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品种的锈球啊 下个臭宝 老花一只正常的黄叶还是肥害 这是水大缺光通风叉 下个臭宝 月季上有一块块黑色的是咋回事 叶片上有一块块黑色的 水大缺光通风叉 下个臭宝 这种花看起来快不行了 水大缺光通风叉 花手都笑了干嘛 不光你笑我也笑了 你要月以花给自己花 他都喜欢光照 你光照给不足怎么行 我给出光照了 你给出光照了 你加强一下通风嘛 你这个封闭的阳台闷着 你想想你那种跟蒸馒头有什么区别 它能不闷坏吗 给足光照不行就室外 那我们家没有室外 家没有室外就没有延展的那种阳台嘛 放空调外积的地方嘛 那我也没有 没有把玻璃都全砸了 你想养花你的 把玻璃全砸了让它通风进来 好吗 给出光照啊 给出通风 然后呢 月季花的那两位花友啊 适当的用一些个杀菌药来预防一下 你比方说多菌磷啊 或者小肥药等等一系列的 芝芝花的这个臭宝呢 你把黄叶都揪了它 黄叶都揪了它 好吧 该给点肥料的给点肥料 现在花苞比较多啊 你现在给的营养不够了呢 包括你自己这个通风啊 包括光照浇水拿捏不好了呢 它就开始带些下面的叶片 来主要精力供给上面开花 所以说呢就会叶子逐渐变黄 你时间长了以后这种就浆苗了 它就光顾下一代 俩办法 一个是把黄叶修剪掉 施肥给足光照 拿到室外那种通风好一点 啊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花苞掐了 让它多长长一样 现在臭毛 说这个智子花掉光了还能活吗 这个能活啊 完全OK没问题的 给足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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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整什么补光灯来取代光照 它取代不了啊 能取代过 早取代了 好了 今天养问题呢 主要是水达缺光通风扎这个事 希望花苞尔门稍微拿捏一下 我是龙花一 养娃儿巨蛋一 下期再见 拜拜 嗨